白女图艺术家谢小浪去年首度在台东展出50幅画作之后 今年在受县政府的邀请在日式建筑文化园区 举办为期18天的展览要展出110幅作品 其中包含10幅专属台东女子的画像 描述台东妇女的日常还有县政府推动的福利措施 4月1号举行了开幕仪式 4人组成了台东女生团体以经典歌曲What's up 传达时代下女性的社会困境 呼应着出自艺术家谢小浪笔下的白女图创作 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又一幅不同生命阶段的女性自我认同 翻转大众刻板印象 艺术家谢小浪去年首度受邀在台东展出白女图创作中的50幅作品 引发热烈回响 今年再度受台东县府邀约 在日式建筑文化园区展出全百幅图像 让民众从参展过程中了解女性议题的重要性 女生其实要承受的东西 美貌啊什么 就是她把它用画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失去了女生比较想要的美貌 那种方向的 以台东女子为题的展览 除了展出全数一百幅的白女图外 艺术家谢小浪也独家为台东创作十幅图像 包含县长饶次林搭乘热气球的形象 另外也结合谢府推动的妇女福利措施 带出台东妇女福利服务 以及台东女性生活的精神 我们也是全台湾第一个这一百张图都有在台东 那也特别老师也为了台东画了十张 属于台东的特别的妇女的一个形象 创造白女图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系列就是叫做粉红女子系列 那这个系列其实就讲的就是我们女性的乳癌 当我看到就是我们台东竟然有特别为女性的乳房筛检 看到这件事情其实相当的有感 也非常的感动 从台东宪妇女生活状况调查得知 有70.6%认同就业情形 经济生活家庭照顾等议题 而台东女子展览以贴近生活的插画与简短的文字 引导民众观察生活中的性别 希望让人更理解台东妇女的生活样貌 融入性别处境 据山架会台东市报道